大家早晨 来到一个星期最后一个休息日 一会在12点钟 记得去我youtube频道投票 选出你最想我下个星期 为各位重点分析的股份 昨晚美股表现只是妈妈 今早早港股市前分析 讲题是 豁湖B中施浪的反弹 能否拼得过呢? 我等一下会研究这一点 那就是 提一提各位 现在恒生指数 20天年度化历史科幅是21.324 比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17.455 为高 如果以现在 美子期货 昨晚港股下午收市之后 美子期货一路反复下跌 现在是看到全环的最低位 看到这个最低位 代表是4086.25 现在最新日报4089.50 跌了1.8070% 那么多 以此计算恒生指数合理值 是2024 跌463点 463点 会不会跌那么多呢? 那未必 因为港股也是 我昨天看到一个强势 我及时在上午10点多 10点多 10点8日到 就走人了 即是超短线投机 已经全部套利了 现在存持现今 暂时 今天会不会 找机会 入回去呢? 那我就看到 股如比中施浪反弹 博不博得过 一会儿研究完结果 才再说 那暂时 我建议大家看 恒生指数 即市炒卖范围 就是第一个即市 重要支持位 20504 至第一个即市 重要阻力位 21002之间 暂时看 看哪一段突破 就是向上 而向下 上边 第二个即市 重要阻力位 21130 第二个即市 重要支持位 20379 就是需要向哪边 移动 即市炒卖范围 美股表现就不一样 那港股 我们走得快 有些人说 去无求之外 下午开市 1点钟之后 才看到顶 你为什么不1点钟走 要10点8个字 就走了 顶和10点8个字 走就差不多 安全之上 这个就是我一向教大家的做法 那就稳定一点 好一点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看这个 第二张图 看看先 第二张图 是转在 为什么转不到 看看先 有一个 好 恒生指数其放 阴阳烛 一线图 有一个下降通道 昨天曾经往上突破上市 这一点 高位 高位 低位 下降通道 不过收市 就回到下面 有点麻烦 过不了 今天过不过 呢 为什么我说 这个叫做 KURU B中C 我假设KURU B 就在前天的低位 开始了 待会我们看了小时图 尾的部分 就详细再谈谈 如何拆势为低一级 KURU B中A KURU B中B KURU B中C KURU B中C 三浪 暂时 5天平均线 继续在下市 50天平均线之前 会不会跌穿呢 很难说 20天平均线 阻力在上面 很大的阻力 短期 昨天增持先升后急創 成交增加 即是好淡 双方都加重了注码 增持激烈了 OBV 依然是打横行 OBV 副作分析指标DMI 就是利淡 因为ADX现在是够20 正DI低于负DI 整体来说 这张日线图上 就不是很漂亮的 希望蓝色的50天平均线 支持能守得到 还有些希望 不过这个KURU B反弹 都是反弹 KURU B反弹 KURU B反弹就是 假设KURU A 在前面已经结束了 跌幅0.320倍 0.5倍 0.618倍 现在看这个势头 如果昨天1点钟 开始KURU B 里面的KURU B中 B小的跌浪 看来整个KURU B都不太高 警信则可以0.5倍 大概0.5倍 就是我 至少